而其實國內早已經有部分的企業 推行週休三日 包括了出版社和房仲業 東吳大學也表態支持 但是這不代表所有類型的產業 都適合週休三日 專家認為像是服務業就比較難實施 專注看著電腦快速整理客戶資料 這每一分每一秒 對於擔任房仲業務的邱先生來說 都極其重要 才能在每週四天的工作天中 如期完成一週的工作進度 又能準時下班 業者表示會推行週休三日 是因為門市未處新北的角落商圈 許多在地業務員都想轉正高單價的市區 才想到推行週休三日留住人才 不過其實早在十年前 國內就有一家出版社推行週休三日 還度獲選為慶福企業 現在週休三日的議題也在教育界獲得迴響 東吳大學校長潘維大鬆厚表態 如果教育部鬆綁法令願意成為第一所週休三日的大學 東吳大學校長表示如果改為週休三日 因應授課內容不變 老師不會減薪 學雜費也不會減少 只是正當週休三日議題引發勞資雙方不同聲音 國內來自日本的知名連鎖拉麵店 卻因為缺工減少營業時間 專家認為以民生消費型的服務業來說 要推行週休三日得面臨極大挑戰 專家認為像是輪班制的製造業 或是能獨立完成工作的行業別 都有機會能事辦週休三日 但在推行前 勞資雙方都得改變心態 才不會迎來工作量增加 或加劇新其一症候群的反效果 記者總道 記者總道